我们这是说了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npm的使用 那我们 就是以后的话我们要做node开发的话就是离不开我们这个npm了啊肯定会经常会使用 那刚刚同学问我老师这个packager接测到底是干嘛的 这是干嘛的 我们说了这是我们的包描述文件是用来描述我们当前的包吧 刚刚同学说了他老师我发现 这已经有一个packager接测了 我为什么还要再写一个 这个packager接测是mass的 他是谁的呀他是描述mass这个包的 而你的这个你在你的目录下这个packager接测是什么呀 是描述你当前自己这个项目的能理解吧 他的这个 这个目标不同一个是你自己的一个是别人的你自己这块一定要 有啊应该有尽量去写他但是有同学说如果不写也没啥问题确实问题有的时候问题不大但是呢 他没有就是写完了以后更保险一点 啊更保险一点好 那我们直接回到这来看那这块呢我们在这来说一下 啊我就在这演示吧 在这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已经可以调这个npm去下载包了呀 比如说在这我来一个 哎一个这个比如我们下载一个随便下载一个express express呢那这块我们需要什么呀 假如说我需要给他添加到依赖里边怎么办 杠杠一个save直接回车 他就会自动去联网去下载这个express这个包 但是其实express这个包他要依赖于很多包 所以当我下载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块多出了 很多东西 因为他是一个大的框架 他有很多依赖的包 而这个时候在我们package阶段里由于我加了杠杠save是不是express也添加到了我们这个 一代理啊 哎天下一代理啊 那这块就不多说了 那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下载东西 像这种东西express的东西干嘛呀 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能懂这意思吧 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啊 我先给他删了啊 npm一个这个 咱们这你直接说吧 我就不删他了 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那大的时候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 大的时候面临什么问题 哎大的时候我们注意了 npm这是我们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哎外国的 所以可想而知这个npm的服务器是在我们国内还是在国外 哎肯定是在国外那基本上178就肯定是在美国对吧 哎肯定在美国 也说实际上我们在用npm去下载包的时候实际上是直接通过什么呀 通过我们这个美国的服务器去下载的吧 哎那你想一想远不远 哎老远了是吧老远了 所以这块就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有可能你下载东西大的话会导致网速比较 慢 会下载很长时间发现干嘛呢 是不是下载不下来呀 哎下载不下来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有可能哪天他出现了什么呀 我们这个这个万里长城又又加了一块砖是吧 把他给屏蔽了 那这有什么意思吧 哎我们防不了他除非你哎这个翻墙是吧哎翻墙这玩意老麻烦了是吧 而且翻墙速度也不一定有保障 所以这个npm有一些情况下是不太稳定的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我们在教室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有同学就是咱们会同时向这个npm这服务器去发请求那有可能npm服务器会干嘛呀 会以为咱们在攻击他 因为同一个ip现在发很多警觉他会以咱们在攻击他那这时候他可能对咱们ip进行一个屏蔽那会导致咱们可能就下载不了了对吧 这时候都会带来一些问题 所以那我们就希望什么呀 如果npm服务器在中国那是不是就就好了呀哎但是这个希望呢基本短期来看还不太不太会实现是吧短期来看不会太时间那怎么办呢 那最好干嘛呀 哎中国人能自己创建一个镜像服务器然后我们在下载的时候通过镜像服务器干嘛呀 去下载啊去下载什么叫镜像服务器知道吗 什么叫镜像服务器 玩过这个游戏叫魔兽争霸是吧这个剑胜有一招叫什么呀 镜像是吧跟那个名人那个影分数基本上一样咔一甩剑 然后就又出了一个剑胜对吧又出了一个剑胜那这镜像服务器什么意思 这个服务器在美国我干嘛呢我在中国搭建一个服务器干嘛呢把美国上这个服务器全都下载到我 中国的服务器能理解吗这是由他自己一个人下的他下他只是是不是只是要下一次呀 然后我们在下载的时候我们就不去连接美国的服务器而是什么呢直接连接我们中国的什么呀 镜像服务器是不是行了呀 连接中国镜像服务器首先他符合中国政府的政策他不会导致什么呀被这个 被强的问题出现对吧哎被强的问题出现而且中国服务器你肯定比外国的速度要干嘛呀 要快我们用起来是不是也更方便呀 哎更方便一些 所以这里边我们要说一下怎么去用这个镜像服务器 但是这块其实我们目前用npm是不是也没有出什么问题啊 哎所以我们还想保留我们这个npm 然后呢我们再添加一种连接我们镜像服务器下载的方式要怎么办 看百度找谁呢其实你搜npm第一个你就看到 那这百度 哎npm直接回车 我们会发现这是npm这一个npm使用介绍第三个叫做淘宝npm镜像 这是谁做的呢 这是淘宝做的啊淘宝他自己干嘛呀 从npm上把东西下来到他的本地服务器上然后干嘛呢 我们直接连连接淘宝是不是就ok了 哎就ok了啊 那这一块注意了 他虽然是镜像他是镜像服务器 你说他的版本更新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 他那原版的快呀 没有肯定是人家先有你是不是后有啊 所以为了确保同步他干嘛呢 他每10分钟一次会去和官方服务器什么呀 同步 那基本上就可以说保证为什么呀 最新的啊保证最新的 那这东西怎么配置啊 我们来看一下哎人家说了 这是一个完整的npmgsov的一个 镜像你可以用此代替官方版本啊 但是他是指图的 你不能往上去传他只能去下载啊下载 往下看下边写介绍就不管了 然后说一下他这什么呀他这个 就是乱七八糟的什么一共有 多少个模块 这是55万对吧 然后然后有多少个版本 然后有多少个下载 其实你看到这个量其实还是干嘛呀 还是很大的 还是很大的 而且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 这个 淘宝这个服务器的一个下载 在全球的话其实更大 所以npm现在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生态 环境 那我们就不废话了 我们来看怎么配置 那这块呢 我们来看使用说明 在这时候可以写了 其实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 我直接用我们这个npm底层 把npm这个命令干嘛呢 把我们这个服务器直接换成淘宝镜像的这个服务器 那这块会有什么问题 这块的问题就是我们会直接用淘宝代替我们那个npm 以后我一用npm肯定连接的是国内的什么呀 服务器 那这样会有个问题 他 不太灵活 因为有的时候我还是想从美国的npm进来 对吧 不想用这个国内的 那这个时候就不太灵活 所以淘宝这块给我们出了一种方案干嘛呢 给我们新加了一个指令叫做 CNPM CNPM C代表的是我们这个 China CNPM 所以说什么呢 我们加了这个CNPM以后 如果你想连什么呀 淘宝服务器你就用 CNPM 如果你想连什么呢 连那个美国的服务器就用什么呀 NPM NPM 这怎么整 直接把这条指令一复制 注意 Dollar幅 不复制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 Linux里边的这个命令行提出幅 Dollar幅不要复制 从NPM开始复制 Ctrl C 其实这个指令很简单啊 我这粘贴过来 很简单 你看什么玩意 NPM InStorm 是不是安装啊 叫做一个-g 叫什么呀 全局安装 那你现在这个装的就是一个工具 他这块用的就是一个 全局安装 装了一个什么呢 装了一个CNPM 并把这个东西设置为什么呀 他的一个 地址 其实你都不用管他 直接一敲回撤 他干嘛 他就开始连接服务器 开始安装我们这个CNPM 但是这个呢稍微的要 慢一点 稍微慢一点 因为这块第一次创建镜像稍微慢一点 等他创建完了以后 再执行 就会速度很快了啊 那咱们这块稍微的等一下 这个东西安装完了以后的好处就是 我们如果想连接我们原版的服务器还用什么呀 NPM该怎么用 怎么用 如果说原版服务器连接速度慢 干嘛呀 用我们的CNPM CNPM 来稍微等一下 待会有同学装的时候可能发现装了半个天 咔咔咔然后没装上 没装上干嘛 再来一遍 还没装上 再来一遍 是吧 直到成了为止 一般两遍就成了 你三遍还没成就太倒霉了 是吧 但是这种东西啊 应该会装 以后你要看什么呀 你要 自己装你也能装 你看我 没有写笔记 直接百度一搜 这NPM是不是就出来了 看这文档啊 这玩意儿你得干嘛呀 你也能看懂 这个怎么装 你也能看懂 好稍微等一下 你看这条快读完了是吧 还有撒点 撒点它 它不动了是吧 刚夸完呢 稍微等一下 这个CNPM 跟这个NPM的用法是一模一样的啊 那些指令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把NPM换成CNPM 好 出现这玩意儿就表示装 装成功了 至于它装啥了 爱装啥装啥 不管它 不管它 我们能用就完了 那怎么用 那这里边我给它 直接还是回到我们这 回到哪呢 回到桌面 现在我是不是在 Hello NPM里边啊 那在这儿我来试一下 我要装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儿 现在里边是不是只有麦子 哎 我直接装一个 NPM 一个什么呢 一个这个 哎 这块我干嘛呀 CNPM 一个这个 哎 我还是装一个这个 Price 一个这个 杠杠 Sale 直接回车 然后这块稍微等一下 那这时候它就不是在连接美国服务 连接什么呀 我们这个淘宝了 你看 是很快呀 哎明显比那个要快很多啊 一下子下载完了 但是注意他这个玩意下载完了 你会发现有点 有点不一样 明显这文件跟他这个我们之前下那好像 有区别是吧 有区别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块有一种模式 他是怎么设计的呢 因为他这个毕竟不是从官方原版下载下来的 所以他这些文件名都干嘛了 都跟官方那个名他 不一样 都前面加了下滑线 后边加了一个版本 加那么一些东西 能看懂吧 他做了一些区分 然后干嘛呢 底边通过快捷方式 跟这些文件做了一个什么呀 关联 关联 他为了什么 他就是为了避免说 你如果说官方的版本和我们这个CNPM 一块用的时候 我们干嘛呢 我们这个官方版本不会覆盖 我们这个CNPM不会覆盖什么呀 官方版本 所以这文件结构 咱们就不用管他了 咱们就该怎么用干嘛呀 就怎么用完了 那CNPM跟NPM用完效果是 一样的啊 一样的 好 这是下载完了 然后拍个点接生 这块依赖是不是也 也添加上了 哎 添加上了 所以这里边以后我们 哎 CNPM NPM 就都可以去 使用了 都可以使用了 好 自己尝试着去配置一下 那待会呢 这网址我都会给你们了 自己 自己搜一下是吧 自己搜一下 然后自己看看能不能整 好 谢谢 谢谢